刚才大家伙看到的是重庆警方在今年打黑除恶行动中抓捕黑社会性质团伙成员的现场资料 重庆的这场打黑风暴啊 哎 已经成为了近几个月以来社会的关注焦点了 相信你也曾关注 这就在上周四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件呢 再次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一审被判处死刑的黑老大杨天庆呢 提起了上诉 在二审的法庭之上 他反复的说自己砍人杀人是受人指使的 哎 自己在黑社会组织里级别很低 上面其实还有很多黑老大 杨天庆所说的这些话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这个杨天庆又到底是个什么人 他又犯下了哪些罪行呢 这个站在被告席上身穿囚服的人就是杨天庆 跟他的囚服编号001一样 他在自己的黑势力团伙中也曾经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请你再听清楚以后 如实向法庭正面回答 你在公安局面交代是不是属实 属实 这靠着不要命的打打杀杀 逐渐的就混出了点所谓这个道上的名气了 人不是常说吗 物以类聚 人以群奋 杨天庆身边的弟兄们就慢慢多了起来 那这都是些什么人呢 哎 可以说啊 没一个是好人的 哎 这不是富安在逃的通缉犯 就是前科累累的刑满释放人员 要么呢 就是替着光头 刺着纹身的地痞流氓小混混 可是你要问这杨天庆他究竟是凭什么当上这帮人的老大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 哎 咱们先看一段电影 就这么硬生生的给吃了下去 当然了 这电影的情节呢都是虚构的 可是他也真实的反映了黑帮分子凶狠无情和好勇斗狠 杨天庆和他手下的这帮乌合之众 那对黑帮电影中的江湖老大 哎呀 那是崇拜不已啊 他们觉得所谓的混黑道 那首先就得狠 就得不要命 在这帮人当中 杨天庆的凶狠那是出了名的 他倒是没有吃过什么勺子啊 不过他吃的那些东西 您看了之后 估计也忍受不了 这里是重庆市渝北区一家有名的饭店 水煮鱼是这里的招牌菜 看着人家饭店生意红火 杨天庆也打起了歪主意 有一天他带着几个手下人来到这里吃饭 这菜里边吃出苍蝇那确实是饭店的问题了 不过这苍蝇到底是怎么倒菜里边的 哎 恐怕只有杨天庆自个心里头明白了 这建饭店的老板不在 服务员呢又做不了主 杨天庆干脆就玩起了 觉得了 他拿起那只苍蝇啊 当着众人的面 把苍蝇放进嘴里 嚼不嚼吧 咽了 这临手还撂下一句话来 我在你这吃了苍蝇 健康受损了 让你们老板准备好赔偿金吧 好 完成了 可能七八个坑子嘛 多点做的吃饭 点了菜过后啊 然后菜上了锅口 上了个水煮一下 他刚刚上了一块 说这个是啥东西 应该去喊哪里的 当时嘛我们都看着起来 我们过来给他解释 会是给他放个菜 或者把鱼灵挂一条 但是然后当次的坑子 全部干起来 把鱼一瓶端剪了一哈 都倒在干 然后我们员工 当然过来 我喜欢的员工欣赏 还有其他的坑子 全部把它做整个宣 宣了都做不到 这个都是什么特殊 杨天庆临走之后又放下话了 赔十万块钱来 否则这事没完 后来这饭店老板 托书人找这个杨天庆的 准备说和说和私了了 哎呀是赔进了 不是说进了好话 可杨天庆的 就是不松口 这最后还是警方出面调节 哎这场风波才算是勉强过去了 杨天庆吃苍蝇的事就传开了 哎呀一些小混混听说 杨天庆不好惹呀 哎没有他不敢干的事 所以就主动的任他当大哥 跟着他混了 而这个杨天庆也是出手大方 不但给这些人提供吃的住的 而且供他们吃喝嫖毒 甚至还给他们提供毒品 发放奖金 养着这么一帮子的手下 这开销当然很大 杨天庆就琢磨着 得多弄些钱 这时他盯上了装卸运送渣土的生意 他开了一个渣场 到一些工地上进行威胁 恐吓 强制别人只能够用他的车 往他的渣场倒土 而倒上一车渣土 别的渣场收五块八块钱 而他却收三十五十 就这样杨天庆还是觉得来钱慢 他找到同样经营渣场生意的一个姓陈的老板 直接就提出来要入甘股 对方不同意 杨天庆就让手下拎着砍刀 封住了对方渣场的路 最后陈老板一看没办法了 只好答应了杨天庆的要求 从此杨天庆就安排他的手下 每天到对方的渣场去上班去 具体干什么 其实就一件事 坐在门口数进出的渣土车 每天按照车的数量 跟陈老板是五五分成 其实要说起来 这还算是客气的 另外一个姓时的老板 渣场的生意非常好 而他的运气可就没有陈老板好了 杨天庆愣是直接给抢过来 自个干了 你不服吗 不服就砍你 你敢报案 那我就砍你全家 你看了 这就是杨天庆的黑色逻辑 而在他的死亡威胁之下 很多受害人 那只能是敢怒不敢言 这背后提起杨天庆来 都管他叫渣霸 今年六月 重庆市警方正式向社会宣布 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 就在打黑行动 正逐步展开的时候 26号下午三点半 在北贝区辽宁路新村 67号楼下的停车场 一个姓梁的娱乐会所老板 像往常一样准备开车离 突然冲出了两个黑衣人 手持砍刀对着他就是一阵猛砍 仅两三分钟的时间 梁老板就伸中了十七头 在车子上呢 已经血全部都留了两千细细 被害者经抢救无效 当晚就死亡了 这起光天化日下的杀人虚案 正好就发生在重庆警方 打黑除恶行动的同时 你说这简直就像是黑恶势力 在故意跟警方挑衅 这社会影响极其的坏 那这案子是谁做的呢 不是别人 正是杨天庆一伙 被害人梁某与生意伙伴 那李显光啊 产生了一些纠纷 这后来这个李显光就找到了杨天庆 出钱呢 让他教训一下梁某 并且明确提出要求了啊 要砍断梁某的一条腿 杨天庆呢 就召集手下几个亡命之徒 让这个曾川直接指挥 并且许诺了 事成之后啊 把那25万元的酬劳 全部分给他们 这才发生的那场血案 重庆警方经过缜密侦查 充分掌握了杨天庆黑恶团伙的犯罪证据 7月5号 专案组发出收网命令 民警兵分数路 从长寿 乌山 西安等地 抓获了多名嫌疑人 将杨天庆一伙是一网打尽 杨天庆团伙落网 很多深受其害的人呢 是拍手成快啊 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 指正他们的所犯下的罪行 这位雷先生啊 就曾经被杨天庆带人砍过一道 险些丢了性命啊 那他又是怎么得罪杨天庆的呢 您可能都想不到 就是因为他初中时候啊 毕业的时候 谈过的一次恋爱 当年啊 这个雷先生跟一个女生啊 曾经交往过两年 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小啊 后来两个人自然就分手了 后来这个雷先生就结婚生子 而当年的那个女生 后来啊 就嫁给了杨天庆 千年子 他不得了 我们几个朋友都去 我都喊过钱 我亲的一路吃了一个饭 说饭呢 第一天啊 他都说 我发个信息 他说我 我和女生是被我老公发现了 我说我买事情 他觉得这个 没儿子事情 雷先生觉得没事 可是杨天庆 却不这么想 他带着几个手下 提着刀 就找到了雷先生 什么都没说 就开始给我一种 都说我 你叫女帮啊 他都给我一种刀的 然后他们都拿出来刀 后来我拿个真传 我后来就晓得 他从来就看到我一刀 你看了吗 这黑老大杨天庆呢 还是个醋盘子 就因为这莫名其妙的吃了点醋 就去砍人杀人了 可见当时杨天庆一伙的嚣张程度了吧 如今这伙人一个也没跑 都穿着球衣 站在背包席上了 在10月12号 对杨天庆等9人射黑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公诉机关宣读公诉书 就用了将近40分钟 检方指控的罪名多达10项 相关证据有厚厚的19本 而在庭审过程中 针对检方的指控 杨天庆却只是简单的说了几句话 经过两天的审理 杨天庆涉黑团伙案件 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10月21号 法院一一审宣判 杨天庆被判处死刑 并署罚金50万元 他手下的得力干将刘成虎 被判处死刑 简绍坤 曾川被判处死刑 缓接两年执行 其他成员呢 也被分别根据各自的罪行 判处了无期和有期徒刑 这次审判被人们称作为 重庆打黑第一案 而杨天庆案二审呢 因为案情重大 又出现了新的陷阻和证据 重庆高院呢 正在充分合议 并将于近日做出终审判决 杨天庆固然那是作恶多端 但是比起另外一些 那落网的黑老大来说 他也就算是个二流角色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到底还有哪些黑老大 在这次打黑行动当中落网呢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说是哪里 稍后为您解密 好 回来 咱们接着说是哪里 前面我们说 重庆市展开的打黑 除了专项斗争中啊 杨天庆黑社会兴致团伙 被一网打尽 主犯杨天庆 被一审判处死刑 不过比起接下来 我要给您说的几位黑老大 那杨天庆拉拢些亡命之徒 五刀弄枪的所谓 在江湖上打打杀杀 还充其量 也就算是二流角色 另外几个黑老大 那可不一般 他们早把自个儿洗了一个白白净净 而且披上了这个企业家 慈善家的外衣 戴上了人大代表的红帽子 亮起了身家过亿的金字招牌 陈明亮被捕前是重庆江州实业集团董事 被警方认定为最大的黑社会党子 资产达数十亿元 2006年 陈明亮当选为重庆市骨丸商会会长 被称为重庆最大的骨丸商 还曾经当选 愚中区人大代表 今年7月 正在吸毒赌博的陈明亮 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赌博罪 组织卖淫罪被警方带了 这个陈明亮高中毕业后 在重庆长江仪表厂工作 后来闯荡深圳 发了点财 回到重庆之后 他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陈明亮喜欢收藏股丸 投资一个多亿 开发了三峡股丸城 如今这每年的销售额就超过了五个亿 他投资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目前每平方米售价是9500多块 不过这些正当生意 可以说只是他敢于 或者说他愿意让人看到的一面 而他真正的摇钱术 其实是黄赌读物 以及放高利贷这些业务 陈明亮在重庆大世界酒店开了家 云梦阁夜赌会 这里不仅是提供色情服务和熔流吸毒的场所 更是陈明亮团伙活动的据点 在这里陈明亮和他的手下策划安排了多起 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安全 而陈明亮通过放高利贷和暴力讨债更是日进抖金 据他的团伙成员交代 他们被警方端掉时 外边还有三亿多的赌债没有收回来 打着企业家的名号 干的却是黑社会的营生 像陈明亮这样的黑老大们 他们自个也知道 自己的黑色太难看了 所以他们总是想方设法 要给自己变变色 这先是变灰了 经营一些放贷了 讨债了 看厂子之类的业务 然后再打打黄赌督的擦边球 然后就是变白 开公司搞企业 做正行 然后再变成无色透明 我在幕后操纵手下 自己不轻易出面 最后还会假惺惺的用什么捐善款了 做慈善贿赂官员这些手段 给自己再度上一层金 甚至再弄上一顶红帽子 黎强重庆八南区第二富豪 拥有20多家企业资产数亿元 涉足道路客运 房地产开发 汽车维修等诸多领域 他还有多个官方 或者是半官方的头衔 包括重庆市第三届人大代表 重庆市八南区第十二届政协常委等 根据警方的调查 黎强为了争夺客运线路 以涉恶涉黑手段进行争夺 同时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 制造停运上访等群体事件谋取暴力 什么黑社会啊 什么流氓啊 那是很低级的 这个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 口口声声说着 黑社会很低级的人叫陈坤志 有谁又能够想到呢 他本人就是重庆的黑头目之一 他曾经在拍卖会上 以3710万元的价格 买到过一块价值超过了9000万元的土地 这桩超级核算的买卖 他是怎么做成的呢 在土地拍卖的当天 一群平头出现在了拍卖现场外 强行阻止其余竞拍公司进场参与拍卖竞价 即使有部分进场参与拍卖的公司 也根本就不敢举牌竞拍 这才让陈坤志一眨眼的功夫 就平白获取了5000多万元的利益 2009年7月 陈坤志因涉黑被逮捕 这不管呢 是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模样 染上什么颜色 哎 这些黑老大们的本性 那还是饿的 你洗来洗去 最后一看本色还是黑的 他们靠的是暴力手段 破坏正常经济秩序 来获取不义之财 靠的是称霸一方鱼肉百姓 来养肥自己的 在重庆市警方内部举办的 打黑除恶阶段性成果展上 这些黑老大的奢侈生活被一一曝光 他们开的车都是世界的顶级名牌 宝马奥迪只能算是一般货色 陈明亮价值的是一辆价值500万元的 拉伯特 闲着不用的还有好几辆 其中包括一辆700多万元的宾利轿车 而黎强的车是300多万元的奔驰 另外他还花费了100万元 对该车进行了内部改装 陈坤志驾驶的是300万的黑色 马沙拉蒂总裁系列轿车 他们用的手机也往往是价值几十万元 镀金相赚的世界限量版 就连讨好情妇送出的手表都价值100多万 这个据报道啊 警方在对陈明亮的深入调查中 在他家中啊 发现了很多抗抑郁的药物 这个黑老大呢 原来自打从得知打黑的消息之后 也是愁啊 整天睡不好觉 在这些黑老大寝食难安的时候啊 他们最害怕听到的是这样一个名字 王立军 2008年6月 由东北虎之称的王立军 被调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 常务副局长 王立军今年51岁 蒙古族 早年在辽宁锦州任职时 就曾扫荡铁岭 盘锦等多个黑社会性质团伙 轰动一时的辽宁黑社会头目 刘勇案件 就是王立军成功完成的拘押任务 这位让罪犯闻风丧胆的东北虎 被国务院公安部授予一次一级英模 两次二级英模荣誉 这一到重庆上任 王立军就连烧了好几把火 这第一把火就是开展了历年以来 出权最重的夏季社会综合治安整治行动 维持两个多月 破获刑事案件是三万多起 逮捕了近万名的事案分子 一时间啊 这个重庆市看守所里都挤得快待不下去了 紧接着啊 第二把火呢 就是王立军率领他的上千名同事 清剿黑枪摧毁了四个地下兵工厂 还有十多个制枪的窝点 两个半月之后 他的第三把火呢 又启动了为期半年的 拓击案追逃犯的联动战役 据这个重庆市公安局通报 死后仅仅21天 便破获击案1688起 这几把火啊 一方面是大大的剪除了黑鹅势力的羽翼 另一方面呢 也是王立军在摸这个黑势力的底牌 哎 他为下一步的大行动是做好了准备 从今年六月份 重庆打黑风暴开始到现在 重庆市警方成功抓捕 涉嫌黑恶及其他犯罪人员 2954人 收脚枪支79支 子弹1482发 手雷4枚 管制刀具221把 冰毒62.01公斤 查封冻结扣押涉案资产 17.43亿元 陈明亮 龚刚摩 陈坤志 岳村 狄强 王天伦等重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 无一漏网 160多名骨干成员 全部被欺负归案 14个横行我市多年的黑社会团伙 已受到了致命打击 很安逸 很满意 不光是对老百姓 对企业来讲 还都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情 因为它都连进了一个比较安定活跃的社会 重庆打黑除恶 这黑恶势力纷纷落网 是大快人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专门做出批示 称打击铲除黑恶势力 是让老百姓过上安定日子的民心工程 他还做出指示 要依法严惩 严重违法犯罪分子 对黑恶势力要一打到底 对保护伞要一挖到底 可以说这让老百姓看到了党和政府 对这个大黑除恶的决心 大黑风暴中 重庆公安系统内部 一场肃清内鬼 打击黑势力保护伞的行动 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不管背景有多深 关系有多复杂 经济实力有多大 只要侵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 都将严厉打击 一查到底绝不成功 9月26日 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 原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彭长健 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和涉嫌受贿等职务犯罪 被警方执行逮捕 此外 数十名公安系统内 位居正负厅吉 触及的要害大员 因为涉黑贪腐 也相继落法 一批涉嫌包庇黑恶势力 组织犯罪的警员 被限制行动或接受调查 首批侦破的涉黑案件 进入了司法审判环节 已经做出的一审判决中 被称作扎霸的杨天庆 判处死刑 被称作霉霸的刘忠勇 被判处死刑 万周八零后双胞胎黑老大 张波和张刀兄弟 各获刑十七年 罚金各十万元 外号米老鼠的开县黑老大 李懿获刑二十年 罚金一百零一万元 被称作赌场女教父的谢台平 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罚金一百零二万元 在已经一审判决的案件中 谢台平案是尤为引人关注 这谢台平是落网的十九名 黑老大中唯一的女性 是黑社会保护伞文强的弟媳 在重庆黑道上啊 被称为谢姐 她开赌场 打警察 还包养男宠 这是被列为网上通缉犯之后 哎 竟然还大摇大摆的自由出入公安局 您说多嚣张吧 如今这谢台平一审被判了十八年 又引发了一场量刑是否过轻的争论 这个女黑老大到底有着怎样的黑色人生呢 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中继续为您解决